7月10号,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结业典礼即乐操仪式 当天上午,会操队伍在香港警察乐队演奏的强军战歌、壮志雄星等乐曲声中入场 当歌唱祖国的乐声响起时,护旗方队迈着中士部操进场 据悉,这也是香港警察学院结业典礼首次以中士部操护旗 在雄壮的伊勇军进行曲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以及香港警队警席冉冉升旗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华当天以检阅官身份检阅会操队伍 会操队伍在辉煌时刻请你检阅等乐曲声中列队行径 依次经过检阅台 郑若华在致辞时表示,经历社会近年的急剧变化 香港市民对公共服务的期望不断提高 警务工作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能在此时投身警队,足以展现出结业学员都是有决心、有能力、有承担 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栋梁 这次结业会操的星期环节,首次以中式步骤进行 见到你们每一位都气宇牵昂,展现出高度的全体精神 反映大家已经准备好正式投入警队工作 服务香港,我和你们的家人都为各位感到骄傲 郑若华寄予结业人员须以身作则 时刻遵守就职誓言中的承诺,捍卫香港的法治 保障市民依法享有的自由和权利 权利落实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各位警队的新力官,你们任重度元 我有信心大家已准备好迎接挑战 准备好在不同的工作方位维持治安 准备好以终极成实的品格 以无比的勇气和天艺的意志 亦难而上,抵礼自行 共同实践警队的报复 使香港继续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和稳定的社会 当天的结业典礼继乐操仪式 在友谊万岁捍卫香港等乐曲声中结束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肖泽仪等出席典礼 据悉,京阶共有33名间席督察和116名警员结业 结业典礼当天,不少学员亲友手捧鲜花入场观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